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蜜 你过来 你服装用不准 这样可以了吧 梁蜜 你们回来站好 我话都还没讲完 你要去哪里啊 你看你啊 都已经二年级了 年级刚还是一年级 头发那么长也不整理 还有指甲 邋里邋遢 没有个学生的样子 主任 主任 我有及时找我班长 可让我先交代一下 班长 你说梁蜜是你们班的班长 真是笑掉人家的大压了 他只要不要带头做坏事 就阿弥陀佛了 主任你放心 我相信明蜜可以做得很好 不好意思 我先带他离开了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先带他离开了 反正我就变成看不及看习惯了 去哪儿 抓 说 还有谁跟你一起翘课 没有啊 就只有一个人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走 走 谁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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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的 走 跟我进去哪儿座 走啊 走 走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谁刚刚跟你一起翘课 我已经跟你讲多次了 信不信随便你啊 你还顶嘴 你干我瞎啦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教课 说谎 无辱师长 你转回去 不要打 你干吗 张老师 你这是干什么 主任 梁明依是我们班上的学生 她犯错 我的责任最大 我的学生我自己带回去管教 你 好吧 大锅可以不济 小锅不能免 谢谢主任 谢谢 明依 赶快 赶快 谢谢主任 谢谢 怎么也想不到 老师会力保我 更没有想到 日后张清宽老师 给我的感动 更远深于此 坐 坐 来的 坐 明依啊 跟老师坐便宜好不好 对啊 老师觉得你人缘不错 常都班上同学开心 而且啊 同学们都很服你 没错吧 还好啦 虽然我觉得你们今天翘课就是不对 但是就于你怎么样也不肯把跟你一起翘课的同学抖出来这点来看 你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老师 你别那么夸张啊 我是学校的头痛人物耶 那是因为你没有把你的优点放在对的地方 优点 比方说 大锅你是坏孩子 你就应该好好表现 让他们对你光不相看 明依 你现在身为班长 同学们都喜欢你 你就应该以身作折 让班上的同学都跟你一起变好 老师 那你觉得我做得到吗 当然啊 好学生也好 坏学生也罢 不要管别人在你身上贴什么标签 你只要问你自己的心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然后愿意去做改变 就OK啦 好 阿翔我要吃 阿翔我要吃 好 这个很好吃耶 不要吃我的啊 你也都吃我的 等一下 梁蜜一直卖面子 如果再这么多同学面子给她 她一定会不好意思 想个办法 好 班长在哪里 余佑 班长 老师肚子好痛啊 你帮我把这便当吃完好不好 谁知盘中顺 历历皆辛苦 所以啊 老师小时候妈妈常跟我说 如果浪费食物的话 将来会娶到满脸都是妈子的老婆 我妈还这么说耶 你怎么 老师没骗你吧 所以班长你要帮老师这个忙 把便当给吃完 然后再麻烦你把便当洗干净 还给老师就可以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自从妈妈过世以后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还有机会 再吃到一整个热腾腾的便当 老师 谢谢你 这便当 真的很好吃 你吃饱了吗 最后就是 我去车看你搁 不难过 小声一点 同学 同学 没跟他办法再念书吗 不要吵了 对哦 又没人耳聋 只要他小声一点嘛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 回报张金坤老师 这次其中考 我们班上也为同学 成绩大幅进步 而且好及格了 班长 梁明毅 六十六分 李志玲 当时的我真的以为 考了一个好成绩 就是报答老师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 老师要的 并不是好成绩 我画红线的地方是闭口题 他要给他背起来 哎 下午的志祺课要考弟弟 你们背了没 妈妈 学一看就好了 妈妈 学一看就好了 不要再玩了 把课文拿出来 我帮你们复习 他要按线睡场 海岸线睡场 这边到这边 压背 因为这脚很好 我们就会 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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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到大都没想过 我会为人师表 当年如果不是张静坤老师 拉了我一把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最近 一直想到以前的事 看到林玉她们在写评中信 说要写一个最感谢的人 我就一直想到张静坤老师 是那会改变你一身的老师吗 我那有今天 多亏了张静坤老师 我真的很感谢他 那么想他 那就去找他 干嘛想那么多 既然老师让你这么念念不忘 不管再困难 都一定会有办法的 好 就这么办 我一定要找到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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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关系 我不怕吵 没关系 我也不怕风吹 这里晚上很冷 待会儿多拿一床被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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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选班长 看是谁要帮你喊起立立正经理啊 你是我第一年教书的那个班长 老师,你没有忘记我 老师 还好 我没有成为一个让你失望的学生 老师 谢谢你当年 没有放弃我 谢谢你当年对我的教导 让我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人生 老师 如果没有你 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安全 谢谢你自己够努力 很好 很好 谢谢你